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从别人身上学习优点来完善自己 这就等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你和别人一起在做善事 所以一个君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和别人一起做善事 就是与人为善 这当然也没有问题 可问题在于国家实行人证 我这个君王清谣伯父 去减少百姓的负担 去养民 教民 百姓如果利用你的人证去为非作歹呢 你去顺应民意 民意如果是恶的呢 如果民意不仁呢 也要顺从吗 而且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不是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那就是投票投死的嘛 他一生去维护自己的文明 去启迪自己的国民 最后被投死 而且苏格拉底死的时间 正好是中国的战国时期 也就是孟子所处的那个时期 所以这个问题他非常的耐人寻味 他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民为本 这样一种实行人证 行王道的这样一套思想 他为什么合理 那么孟子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 叫人性本善 其实人性本善 他可以作为答案 来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从动机上讲 统治者为什么会去行人证 第二个问题 是百姓 为什么配得上统治者的人证 就是我们开篇提的那个问题 百姓会不会利用这个人证 去威非作战 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统治者为什么会去施行人证 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私有不忍人之正义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证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这个话说起来很大气 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人 对于别人 都有怜悯之心 都有不忍之心 那么从前的贤王 有这样一种不忍之心 于是他才会有 充满怜悯 充满仁慈的政治 那么用对每个人的怜悯 不忍之心 行怜悯 仁慈之正 那么这样的话 天下的治理 就像反掌观文那样容易 允天下之于掌上 这个听上去好像不错 但是问题在于 你孟某人 凭什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那么孟子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所以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就是我之所以说 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皆有怜悯之心 都有善性 那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今人乍见如子 将入于井 皆有触替侧引之心 那就是我现在如果有一个人 突然看到有一个小孩 那么这个小孩 马上就要掉到井里了 那这个时候 都会生出来一种 这个恐惧 同情的心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小孩 马上掉到井里 我们刚才说 他会自然而然的 从这个内心身处 有一种惊骇 有一种同情 这个心情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么第一 不是因为这个人 他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有交情 所以他才会同情这小孩 第二呢 不是为了在这个乡里 这个邻居 亲朋之间 来博得一种美誉 那么第三呢 当然也不是因为厌恶 这个小孩的哭声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触踢侧隐之心 这是人的天性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 那么孟子的结论是什么呢 由事观之 无侧隐之心 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 无慈让之心 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四个非人 那就不是人 那么侧隐之心 人之端也 修物之心 意之端也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字读物读恶都可以 慈让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人之有事 似端也 有其有似体也 那么这样一个成体系的四端理论 什么意思 就是孟子认为 没有同情心 就不算人 没有羞恥心 也不算人 没有 同情之心 是人 仁爱的人 是人的发端 羞恥之心 是义的发端 义气 仗义的义 义这个概念 我们下一讲 还要说 那么 谦让的观念 是礼节的发端 而是非的观念 是智慧的发端 那么人们有 这样四种发端 这四个发端 都是善的 都是好的 人们有这四种发端 就好像人有四肢意 那么四肢是人天生的 自然而然就拥有 那么言外之意 就是这四种发端 也都是天生的 那么这样的话 孟子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 两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 他的逻辑是清楚的吧 人天生有四端 人天生是善良的动物 那么这样的话 见到别人有危险 或者受苦 比如那小孩 想要掉到井里 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会怎么样呢 会自然而然的 产生同情心 那么 统治者当然也可以 而且也应该 把他们自己的同情心 用于政治 那么治理天下 就容易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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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清楚 那么好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它中间的这个逻辑 我尽量的 为大家梳理清楚 第二个问题就是 老百姓配得上 这样的政治吗 配得上这样的人政吗 统治者以民为本 百姓不会利用这一点 去为难统治者吗 比如说 我统治者青腰伯父 百姓他可能干脆要求 就不要交了 是吧 你不是人政吗 那么你就不能强迫于我 你要顺从民意吗 那他都不交了 结果国家财政就没有了支持 没有了财政就没有办法养军队 就没有办法保家卫国 说不定因为你行人政 老百姓得寸进尺 说不定这个国家他就灭亡了 再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举到的 这个苏格拉底的例子 你不是要顺从民意吗 我们就认为某某该杀 哪怕那个人其实是不该杀的 但是你要顺从民意 你不顺从我的意思 你就不是一个好国君 那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话 社会正义就会消亡 换句话说 如果政府善 政府行人政 百姓不善 百姓不人 或者我们干脆说的更加本质一点 人性如果不是善的 你这个人政的基础就没有了 行人政的这个理由也就站不住了 事实上孟子这种 人天生有四端 人性本善这样的论调 其实在当时就被人质疑 有一个人叫龚都子 龚都子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本人是孟子的学生 但是老爱质疑孟子 对于孟子说的这个人性本善 人性有四端 这样一种理论 他曾经怀疑过 于是他就去问他的老师 他说告子曰 告子也是一个人 说告子曰 性无善无不善也 就是他对他的老师说 告子曾经说过 这个人性既不是善良的 也不是不善良的 那么接着说什么呢 或曰 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 事故文物兴 则民好善 优利兴 则民好报 就是有的人说呀 这个人性可以变善良 也可以变得不善良 人性是可变的 可以受外界影响的 所以像周文王 周武王 这是开辟周西周的这两个贤王 像周文王周武王 他们的时代 那是贤命的君王 社会很清明 那么通过他们的教化 这老百姓他就善良 那么你赶上像周幽王 周立王那样的时代 国君他行的是暴政 老百姓他耳濡目染 在这个环境之中 他自然而然他就残暴 等于是给这个 这个性无善无不善 做一个诠释 那么接着又说 或曰性友善 有性善 有性不善 而事故以谣为君而有相 以兴谷守为父而有顺 以昼为兄之子 且以为君 而有威子起 王子彼岸 今曰性善 然则彼皆非于 这个话就问的相对比较犀利一点 他又提出一个观点 就有的人说 有一部分人的人性是善良的 而有一部分人的人性是不善良的 因此呢 你像有姚那样的圣君 我们知道姚顺宇 这是这个 上古时期的圣君 那么有姚这样的圣君呢 但是却有像 像那样的恶人 大象的像 那像这个 据说是顺的弟弟 他的一些事迹 在史记里记载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 令人发指 包括他想把这个顺 就这个姚顺宇的顺 这个埋到井里害死 有古首这样的父亲 却有顺那样的儿子 古首是顺他爹 老想害死自己的儿子 他就让这个顺 到这个房顶上去修房子 自己在底下放火 就这种人 但是顺并不恨他爹 该怎么孝顺怎么孝顺 那么有商周王这样的侄子 而且还是国君 但是呢 却有威子启和王子彼干 这样的长辈和贤臣 这个商周王做的那些缺德事 大家可以去参考封神榜 那么现在老师您说 人性本善 那么难道这些人都说错了吗 就刚才那俩人提出了两种观点 而且都是有理有据的 然则比皆非欲 对吧 而且说的这个并非没有根据 那么等于公子都 公都子 孟子这个学生 他提出了两种 人性本善的代替理论 一种是 人性没有善恶 本身是一张白纸 是后天环境 让他们受到影响 由此才变得有善有恶 环境使他们不同 另一种代替理论 说有的人人性本善 你说人性本善 它适用于一部分人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 它是人性本恶的 这样就都驳斥了 这个孟子说的 孟子说善良是 这个人类的本性 在这个 他的学生这里 看似是站不住脚的 那孟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孟子说 若福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 先定性了 如果有人做 这个不善的事 那不是他天生资质的问题 那不是人性的问题 那为什么呢 这个我刚才的话 重复了一遍 说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这句话就来自孟子 修悟之心 或者叫修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而且又来了 侧隐之心 人也 那修悟之心 义也 这个恭敬之心 离也 是非之心 智也 人亦理智 非由外说我也 大家注意这句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人亦理智 非由外说我也 我固有之也 福思而 固曰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或相背席而无算者 不能尽其财者也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侧隐 修耻 恭敬 是非 这些资质 它是人天生就有的 而且由于侧隐等于人 羞耻等于义 恭敬等于理 是非等于智 那么人亦理智 它不是外界给我的 而是我固有的 就像四肢一样 如果我感觉我没有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去思索他们 因此探求他们 就会得到 舍弃他们就会失去 而且孟子还说 人和人的这个差距 为何这么大呢 因为发挥他们资质的 程度不同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孟子学生提出的 这两种 两种代替理论 对于第一种的看法 人受环境影响 那么这点 孟子他没有说出 所以然啊 他只是一直的坚持 善良 这四端 他不是外界给我们的 咬定了这一点 那么对于第二种看法呢 有的人善 有的人他不善 孟子也不承认 孟子说他们都是善的 只不过什么呢 发挥的程度不一样啊 那么如果按照孟子这个说法 我们想一想 统治者他可就难办了 对吧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 百姓配得上人证吗 得寸进尺啊 暴民政治啊 这会出现吗 那么我们借孟子的逻辑 来推断一下 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 这个答案 应该是很大概率会出现 甚至一定会出现 因为孟子他自己承认 虽然说人性本善 但是人性中的善 被发挥出来的程度 它不一样啊 你人能把自己的本性 发挥出来的能力 它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对于政治家来说 在政策层面 为什么 它往往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是什么 现实是怎么样的 那你既然事实上 百姓善的程度是不同的 那么一旦采取人证 那后果就未必可知了 所以这样的话 孟子他其实给自己 编了一个圈套 我们从统治者的角度 来出发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统治者 实行人证的动机 是他们自己善良的本性 因为统治者他也是人啊 他也是这个人类的一分子 如果他的动机 是他自己善良的本性 你有可能赶上不善良的百姓 赶上事实上不善良的百姓 如果统治者实行人证的动机 是教化百姓 那孟子又说了 我们刚才那句很重要的话 说仁义理智 非由外说过也 那就是仁义理智 这些善心 他不能由外界给我 我们发现 等于是孟子在否定了 环境可以影响人的本性的同时 又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请问 统治者有什么动机去实行人证啊 对吧 我善良 对方不一定善良 最后可能还搞得国败家王 正义沦丧 这我们刚才前面说了 我想教化他 教他们去善良 善良这个东西 我还没有办法教 非由外说过也 所以孟子最后的结论 只能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那这个孟子在后面说 说故有物必有责 民之禀一夜 故好事已得 什么意思呢 只要存在事物 就一定有他的法则 有他运行的规律 那比如说人性 人性就是一种事物 那么老百姓去开发他 去掌握这些法则 掌握这个人性运行的法则 他才能具有美好的品德 换句话说 孟子认为 理论上 人性都是天生而善良的 环境不可改变 但是只能靠自己思考 自己开发 别人无法去灌输 那么人 因为这种能力不同 所以开发出来的善心 这个程度 他也不同 有人可能会问 说人家孟子 他只说人性不来自环境 对吧 他没有说环境不能影响人性 但是大家从逻辑上想一想 有没有这个道理 如果环境能影响人性 那么多大程度上能影响人性 也就是说 至少人性就有可能来自环境 对不对 但是孟子很肯定的说 不是来自环境 好 反过来说 如果人性不来自环境 那他就不能受环境影响 你不然的话 像我们刚才 那他就有了这种可能性 而孟子他是斩钉截铁的 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人意理智 非有外说 我也 他不是外界给我 那么因此 孟子的性善论 人性本善 和他的人正思想的匹配度 这个从逻辑上来讲 我看是不高的 这个不怎么匹配 因为我们讲了 孟子的性善论的两套逻辑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出发 就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两个问题 由于人天生是善良的动物 那么见到别人危险 或者受苦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同情心 产生善心 激发他固有的良知 那么统治者应该把他们自己的同情心也好 自己的人爱之心也好 用于政治 这样天下才容易治理 这是我们刚才总结出的第一套逻辑吧 那么第二套逻辑 从百姓的角度出发 虽然人性都是天生而善良的 但是呢 从方法论上只能靠自己思考 靠自己开发 环境无法灌输 人因为开发能力不同 所以开发出来的善心也不同 这是第二套逻辑 这两套逻辑摆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发现 孟子的理想王国是什么样呢 这幅画面是什么样呢 统治者不问动机 大力实行人证 百姓努力反省自身 开发自己的善性 去配合统治者的人证 这就是孟子构建出的理想王国 也就是人证加善性等于王道 我们前面讲过 孟子是主张实行王道的 那么如果说孔子那一支的 这个儒家的理想 那是大同世界 那么孟子这一支的理想 那就是王道盛行 把这个统治者的人证 加被统治者的善心 加到一起 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那么对于孟子的这两套逻辑 我们刚才说的这两套逻辑 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呢 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 人性本身是善的还是恶的 不重要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应该 把人性作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 不管这个人性 它是善的还是恶的 不管这四端 是不是环境这个加给人的 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都应该考虑 治理国家 实行政策时候出现的最坏的情况 而且他要防止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 因此哪怕人性是恶的 哪怕我治下的所有老百姓 全都穷凶极恶 没关系 只要我实行的政策 保证内部稳定 外部安全 可以了 那么依靠人性的善良 或者以自己的善良为出发点 去制定政策 就在我看来 这是拿国家 拿民族的命运 在开玩笑 在这一点上 我个人来说 更倾向于西方的法治观点 就是你人性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每个人的价值观 你爱是什么是什么 我国家制定出来最佳的法律 那就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这当然是每一个国人行为的底线 那么这套法律制定出来之后 上到统治者 下到老百姓 所有的人都要去遵守 人人平等 在这套法律之下 或者说在这个底线之上 你们随意 应该是这样一套治国的方式 那么第二 从百姓的角度出发 这个人性本身是善是恶 它也不重要 因为恶人 他不会觉得自己恶的 而且环境就算不能决定人性 但是在我看来 它至少是可以影响人性的 孟子说 不受环境影响 这个我是不能赞成的 用我们前面在国际关系史里面 讲的建构主义的观点 这个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人类它是实践的动物 这也符合这个 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一定是在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 而这个身份和利益又促使我们继续向这个方向去实践 于是身份和利益就又得到了强化 对不对 那我们所处的环境 对于我们定义自身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与其去关注我们天生是善还是恶 与其去思考 说我们已经多大程度上的开发出来了自己的善心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不如更加的关注我们所处的环境 所谓近诸者赤近墨者黑 鸟随鸾凤飞腾远 人伴贤良品资高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么第三呢 善恶和好坏 这个我个人认为没有必然联系 就是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 不一定是一回事 请问善心就一定能干好事吗 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我们举个例子 美国政府 它曾经为了保障自己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它一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就是你这个企业你只要用人 你最低就得支付人家这么多高的工资 好心吧 结果呢 越来越多的人 找不到这个工作 或者干脆就丢掉了工作 因为雇主他会觉得 你非得让我支付更多的工资 对吧 你这保证这个工人的权益 但是我的收益没有变 我的成本收入还是那么多 那好 我不雇人行了吧 那甚至我裁员行了吧 我为了保证这个成本 那这样反而让更多的人没工作 那么恶心 就一定意味着坏事吗 这个亚当斯密的国父论 他就告诉我们 你每一个人 都按照追求私利的想法去行为 当然这个主要是指在经济领域 那么最后呢 他反而形成了市场 让更多的人获得福利 这个资本资源优化配置 所以善恶和好坏 他没有必然联系 一个政治家 尤其一个高级政治家 他应该考虑好坏 而不是 至少不仅仅是善恶 不然的话 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治理的 结果正义 比这个过程正义 在现实政治中还是要更重要 但是至少我们孟子 现在还秉承着 对于人性的信心 而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那么如果把善推到极致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请看下集 孟约取义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